为了庆祝重阳节 在这个礼拜天的下午 将有一场基隆的精英 重阳敬老大会 主管单位邀请了基隆士 曾经参加过全国比赛 荣获第一名的团体 展现精湛的实力 欢迎是一名朋友一起参加 就像画面上风香这样的机关团体 曾经拿下全国重要比赛的第一名 这一次都被主管单位 邀请来上台表演 希望让基隆精英的信誉 给长辈一个欢乐的重阳节 我们希望让大家知道 我们就是有好多个 全国得到第一名的团队 那么由他们把这个 全国第一名的成绩 呈现给长者 积极希望邀请多一些年长的长辈 来跟我们在这个重要的 重阳敬老的活动 让我们一起参与 我想一年一度的 这个重阳敬老活动 我们希望表达 对我们的长辈的尊重质疑 也期待大家的参与 那我们总共基隆士 到目前为止 我们这个年满65岁的 大概总人口数有 45700多人 站在我们基隆士总人口数 大概达到百分之11.8以上 所以我们市政府对于这些 老人的狐狸 我们特别的重视 包括了我们健保的赤脚部分 还有我们老人的免费乘车 我们的补助 甲牙 还有老花眼镜的补助 还有其他很多老人的狐狸 这个活动是由二姓谢金云文教基金会 与基隆士政府 以及民众服务社等单位一起举办 除了风香舞团 成功国中 土风舞委员会 竹木鸟合唱团 明德国中 安乐国中 暖暖高中 基隆士消防局 市警局 中正国中 环保局 基隆社区大学等三个单位 参与表演 基隆新闻记者 黄日生 采访报道